列車司機員袁淳修殉職大體火化後 台鐵局今天派出專列在中午發車運回台中 象徵任務有去有灰 陸井一家對他的犧牲表達最高的敬意 而在稍早 交通部長林佳龍則前往靈堂向袁淳修致意 你緊急煞車 鳴敵 盡全力要減少這一次事故的傷害 而你自己犧牲了 林佳龍表示袁淳修是因公殉職 將為他爭取行政院頒發冒險犯難 最高俯恤與榮譽 當講到希望袁淳修一路好走時 林佳龍一度哽咽說不出話來 我們就用專列送你回家 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我們會永遠 與您的家人互相照顧 請您放心 家屬答謝要用大禮 家屬跪下答謝時 林佳龍則立即蹲下去攢扶家屬 並與家屬擁抱慰問 至於另外一位罹難的助理司機員 江佩豐 彌沙後會尊重其宗教與家屬意願 由神父陪同開車送回 就沒有用專列載回 新唐亞特電視 胡樹霞 李娟龍 花蓮採訪報導 蔡大家一定說